創作歌手王于君跟时间乐队 从2014年的专辑里选了一首歌曲的片段 做成首摇音乐盒 艺术家们聆听这些歌曲之后 再创作出新的作品 音乐家说他希望透过音乐盒漂流计划 制造更多创作与创作之间的对话 王于君把《故乡的小花》这首歌 用手摇音乐盒的方式传递到 哄红 周舒逸等艺术家的手上 透过作品的漂流开始创作对话 诗人哄红把乐谱用不同方式放进音乐盒 发现竟然可以有四种不同的乐曲 曲子都很好听 而在聆听中写下新诗《另一个故乡》 一首童谣从尾巴开始唱 是一首离歌 一本侦探小说从尾巴开始读 是一场化妆舞会 一趟旅程从抵达开始出发 是另一趟旅程 这个都是从音乐盒开始 反过来要从尾巴开始听的时候 其实它完全变成另外一首歌 所以原生就充满各种惊奇吧 冰舞加州舒逸把音乐盒放在身体的不同位置 重新用身体聆听歌曲带来的震动感 他跳了一段现代舞回应黄渝君 听不见的人他有没有可能 透过震动去感觉 就是很奇妙 你说手还没有那么大 带着实验味道的漂流计划 透过艺术家相互用创作对话 创造出许多有趣的作品 像是艺术家吴根珍的剪指 刘文轩用两个音乐盒一起演奏等等 产生多元的可能 王渝君也发行漂流周报 记录下音乐盒以及每个艺术家的互动故事 他很像接力一样 漂流到不同的艺术家家里 然后他们回应的作品 以及在对谈的过程里面才发现 虽然这只是一段小小的旋律 可是他好像都有跟每一个人 有产生了一个不同的连结跟他们的生命 那这是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 创作对话没有停止艺术家的回应作品 王渝君与时间乐队团圆一起作曲 把对每个作品的感受用音乐记录下来 创作出全新曲目 借由这个创作来理解 然后在这些忙忙碌碌徒劳的每日 还有那么一点点 一点点清明的这个时刻 在聆听音乐的这个时刻 可以有那么短暂的片刻 可以跟自己相处 以为她的心理 会想和我一样的节目 有一个推荐的腹 在这些会儿 可以有点痛苦的部分 现在 这里有一点痛苦的部分 会有一点痛苦的 fellas 所以有点痛苦的部分 在这些时刻 这些事情上有点痛苦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